疫苗接种对预防感染病例的 尤其是孩子的非常重要 家长都关注给孩子 按照国家疫苗接种项目接种 同时还在疫苗接种服务中心 接种国家疫苗和其他的疫苗 孩子免疫力弱特别是前六个月大之后 天生免疫力下降就得补充免疫答应 其中疫苗接种就是有效的方法之一 范埃尔女士有六个月大的孩子 因为要打很多种疫苗 所以她把孩子送到儿童和成年人 疫苗接种中心来咨询和打针 我孩子六个月半了 今天去打感冒和PC 脑膜炎的疫苗 目前我儿子已经打完了 国家免费提供的疫苗了 现在要多打其他疫苗 感冒和脑膜炎等 给孩子打疫苗让他能预防止疫苗 提供免疫苗将来 回给他打马尊疫苗 日本那种疫苗和其他 各种疫苗 都会没有病毒 明年医力将让孩子 能避免避避病毒 让治体和精神都健全的发展 如果有生病毒化就很快 恢复健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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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